那接下来呢带大家关注的是政治消息 其实啊台积电在今年8月的时候啊 高雄市府就宣布了 台积电将会进驻这个男子产业园区 那当时高雄市长陈希迈就被蓝营痛批说 他是拿这个台积电我们的护国神山来消费 那最近呢因为有媒体报道 这个台积电的奈米厂将会落脚桃源 所以现在蓝绿两党呢也对此展开了攻防战 就有蓝营就批评啊 现在呢他们真的是拿这个护国神山来消费 根本就是在选前作秀 台湾在半导体尖端制造的优势和民调 同时也会协助全球在半导体公民链重整上 进行最佳的配置 让护国神山的全球地位更重要 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 不仅在半导体业有着领导地位 在国际上也有一席之地 现在就连政治也想和它站上边 首先是桃源台积电最先进的 银奈米厂将落脚在桃源龙潭 桃源市长郑文灿就开始帮自家候选人 郑运鹏懒功劳 说这都要感谢我们郑运鹏 在立委任内居中沟通协调 而他本人也不谦虚 只说自己鱼躬移山走来护国神山 隔壁鹏的国民党候选人张善政 听到这些话忍不住吐槽 台积电设厂要用的土地都还没取得累 你们现在提这件事情是不是别有用心 郑运鹏在反呛不要选举到了后 就把什么事情都看成选举议题 把战场转到高雄 台积电进驻高雄男子产业园区 高雄市政府今年8月7日已经举行动土典礼 但至今仍未动工 包括李梅珍等多位国民党议员们 都批评陈其迈是在消费台积电 不尊重护国神山 根本就是抢在选前修正机 最后把镜头转到屏东 台积电10月31日才刚宣布 高中职毕业就可以成为台积电的员工 之后也要到高雄真才 屏东县长候选人苏清泉也受到机会 直接向台积电喊话 我们屏东有电有水有人才 请台积电来屏东设厂 大选即将来临 候选人们滑招摆出 我们的护国神山也不停地被拿出来消费 不过其实我是比较想知道台积电什么时候可以进场啦 9K1大选进入倒数阶段 那究竟台北市场候选人现在是谁比较深得明星呢 带大家一起来看 现在呢这个是TVBS民调的最新调查 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领先的呢 还是国民党的蒋万安 他是为辅领先的 那他呢获得了40%的百分比嘛 那其实啊他跟上个月来比的话 他是有下降了三个百分点来到 他从37然后升到 欸 拉丹也是说 40降到了37 对 这边跟大家更证一下 他从40降到了37 那另外呢 陈时中的部分呢 他是从这个22%升到了27 哇 升了这个5个百分点 那第三名的部分呢 是五档级的黄珊珊 他是从呢23%降到了21 那这边呢其实还蛮特别 大家可以看到一下啊 讲万安跟黄珊珊呢 他们都是有微幅的下跌趋势 不过陈时中呢却是逆势的上涨 对 因为其实这两次的民调呢 一个是9月的 一个是10月的 是分别两次 但是其实看下来呢 只有陈时中他10月都是上升 其他两位都是下降的 对 其实过了一个月 陈时中的他这个上升的比例呢 其实算是还蛮多的 多了这个5个的百分点 那到底呢 11月26号呢 谁可以拿下这一席呢 要准时锁定我们的一天五天新闻 就可以掌握到最新的消息 好的那接下来呢 大家关注的是其实年底的选举啊 18岁之后呢18岁的一些民众呢 就有选举被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 就有以上这些条件 对 那接下来呢看到的是 我们投票的日期 还有一些门槛 或是资格是怎么看到呢 大家看一下 投票日期当然是跟 就是九合一选举是同一天 对 所以变得说 你当天呢是多拿一张 要多投这个公民权的部分 对 所以是要拿两 就是要记得再多拿一张这个东西 对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投票的资格 你的年龄必须要大于等于20岁 所以假如说你今年是18岁 19岁 你不能自己去投票 然后就是想要帮自己投 威又有选举权 没有 就是这次呢 还是以20岁 或是20岁以上的一些民众为主 是 那么通过的门槛呢 是要965万 就是相当的高 对 因为它总同意的票数呢 需要超过选举总额的一半 相当的高 因为这比之前 才有我们的得票率还要高 对 那接下来呢 带大家看到的是 那如果呢 这一次的这个选举过了之后呢 18岁将会有哪些法律义务呢 我们都知道目前呢 我国的刑法规定满18岁的话 就必须负完全责任嘛 那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有修法过了 那民法在从明年的元旦起呢 也是下修均为18岁 所以从明年元旦起 刑法民法成年都是18岁了 那假如说现在 如果我们连宪法也修订的话呢 变成18岁的话 你18岁就必须要有独立报税 服役以及自立更生的能力了 所以假如说呢 这个法律通过之后 如果你18岁 你爸爸把你赶出家门 对 你是合法的 因为他们没有必要再养你了 没有错 这也是合法的 而且你必须要负担 完全的民行事责任 对 其实他有人会觉得说 这样子好像也还不错 像是说他可以自己去办手机啊 或者租房子啊 或者是开户等等的 只要超过18岁我就可以自己去办了 对 不过另外一方面来讲 那你要自己开始缴税了啊 然后要负担一些刑事责任等等的 这些呢都是其实有不同的说法 跟不同的声音现在都有出现了 对 而且其实呢 因为这个这次的这个决策呢 有正反面的声音 像正面的声音就是觉得说 像我们邻近的民主国家 日本啊 韩国 他们其实的选举的年龄 也都有比较往下修了 所以想说假如跟大家一样 就是让一些年轻人 有自己的投票权 然后但是反面就是 大家觉得说18岁可能没有那种 投票就是判断是非的能力 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 对 欢迎留言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接着呢大家来看到这个香香的新闻 哇 我相信呢 男性观众呢对这一位应该都不陌生 她是AB的女神龙泽罗拉 她这位女神呢竟然出现在台湾嘉义喔 她昨天呢跟嘉义市议员的候选人合拍影片 而且网红啊小商人她还透露啊 她说罗拉目前的经济预约 是在他们的公司旗下 所以未来呢有可能会在台湾公开商演 你好 罗拉 Savinさん的朋友的Moriさん 我请你支持Mori 我爱你 努力 透过影片可以看到龙泽罗拉 先是以日文向大家问好 接着希望大众呢 可以支持小商人的好朋友Mori 那最后呢甚至用中文说出 我爱嘉义加油 并与颜色不分蓝绿支持杏专区颜色甜圣甜 一起比出了爱心 那小商人也提到 罗拉的经济约目前签在他们公司旗下 有任何的商业以及代言的工作机会 都可以联系她 这个影片呢公开之后是掀起粉丝热议 大家纷纷留言表示 太强了啦太狠了 居然请到罗拉站台 就连网红凤梨也开玩笑的说 哥我新家呢刚好多了一间房间 如果不嫌弃的话 可以安排他来寒舍住个两晚 接着带大家来关系的是 高雄市呢有一名里长候选人 他在扫街的过程当中 疑似被人骑车恶意的冲撞 导致呢他的脚踝受伤 但更让人家觉得意外的是 在追查之后发现说 这名骑士竟然是他竞争对手的老公 高雄市三民区千北里长候选人 叶家珍10月28号拜票过程当中 他走出巷口时 隐约有听到摩托车的声音 而且还离自己越来越近 当下他不以为意 就在本能性的转头时 发现这台机车疑似冲向自己 他是立刻闪开 结果还是被查撞到 而且啊这台车子呢 还来回冲撞两次 警方追查之后 发现这名涉嫌冲撞的骑士身份 竟然是叶家珍的竞选对手的老公 也就是现任里长的老公 那全案呢 是依照妨害自由罪嫌送犯